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大时大观小恒 今天是8月10号礼拜二 今天台股又跌了 跌了161点 那这个盘真的岌岌可危 那你说老师那你怎么今天下这个测标多空分期 对啊 这个拉回是可以预期的嘛 对不对 我上礼拜跟你讲说这个盘拉到17500点这边要做一个震荡压回的动作 要打第二只脚 可是今天你看哦 还好去守住了季线 也就是60日均线 还好尾盘有守住 那昨天那个收那个长下影线 那个就是玩假的嘛 因为今天马上就跌破了 那怕就是怕这样啊 那不然你在怕什么 不用怕了 要收牌了 怕什么 一翻两顿眼对吗 对不对 人呈时钟就说啊 人在你跟他摸 自己在你跟他摸 问到外面就说 我只是一个牙医而已嘛 对嘛 你懂为什么 这个盘掌跟跌 这不是我能主导 我只是一个分析师而已嘛 是不是 这就是在讲干话 这就是你不想听的嘛 但是重点是什么 今天雅股有大跌吗 日本虽然开高走低 但是最后小涨 大陆股市 上海深郡都是涨 来我们看好了 这是日经指数啦 开盘是大涨 然后尾盘还是小涨 大陆股市开低走高 深郡股市 开低走高 走高哦 收最高哦 只有南韩股市开高走低 这比较像我们啊 但是我们几乎是收最低 人家没有 人家有买起来 那恒深指数的话 是开低震荡之后走高 所以牙股里面送我们罪作 这没有话说嘛 有很多东西是比较 比较过程中你要去看 今天虽然跌一百六十几点 但是昨天跌停板的股票比较多 我必须给你承认就是昨天跌停的比较多啦 那今天跌停的就相对少 就相对少 因为昨天指数跌四十几点嘛 因为台积电最后一盘又拉上去嘛 盘中跌了七八块 尾盘涨四块 就今天全部都吐回去嘛 没必要这样子拉嘛 你懂什么 没必要这样坐架拉抬啦 该跌下来就是跌下来 那有一个好处就是 昨天的量没有出来 今天量也没有出来 这三千多亿 这是没有量 没有量呢 是不是因为什么当冲税率减半那个问题 这我不知道啦 我昨天就已经跟你讲过了 那个是市场在传的消息 但是我知道的是 立法院下个月才开议啦 你是在怕啥 立法委员都还没出声呢 你就觉得要被取消了 其实有些利空在反应的过程中 你要觉得合不合理啦 当然我们不是要为了说 这两天指数拉回 去找借口 我觉得也不需要这样 但是也不要像那些官员这样子讲干话 其实你是听不下去的 好不好 那今天这个盘这样子跌下来 好 那接下来你怎么看 这本来就跟你讲要跌嘛 本来就跟你讲要跌嘛 对不对 拉到这边我就跟你这样比了啊 就是一个M头嘛 那你这边的话最好再打第二只脚 这样比较有机会往上 那有没有能力往上 多空的看法 我觉得啦 目前市场上多空的看法都很分歧 你像昨天 昨天最强的是长龙行 长龙行啊今天开高走低啊 对不对 那阳明也是啊 滑航也是啊 都是开高走低嘛 那昨天都是 掌停板锁了二十几万张 结果后来这几天 这两天新闻就出来了 这赏户就很不爽 就说啊 这就是那个什么 那个隔日冲的大户啊 什么什么 什么凯基台北啦 某些券商 什么什么富邦建国啦 我跟你讲 那个早就是市场上 大家都知道的秘密 就不要再讲出来啊 啊你喜欢追 你就要特别注意 如果是他们进来 你就想比较嘛 因为有些人喜欢追股票啊 他不懂嘛 我就跟你讲 这一两年进来 很多投资朋友 他有赚到钱 就是运气好而已啊 他就乱追嘛 追了赚钱 然后就觉得他自己好棒棒 然后甚至觉得我们这些老师啊 都是比他逊啊 怎么样 我就跟你讲 三好加一好 这样听到没有 三好加一好啦 你懂得什么 三好就三好就奥值啦 对不对 不是三好加一好 我觉得有些投资人是不值得同情的啦 所以我是觉得说你还是要 选股还是要有基本面来找手 那你操作股票的话 有时候哦 温气啊温气啦 你像长龙啦 我们假设长龙好了 今天一定很多人在讲 早上富邦证券出来讲说 目标价276降到189 对不对 他我跟你讲 他不会是230跟你讲 他会跌到这个 跌到现在130几的时候跟你讲 降平等 啊降平等之后呢 没有错 今天是开高走低啦 但是你要去看 他7月份营收有400多亿 本来都300多亿 现在变成400多亿 月增21% 这如果在电子股的话 早就跳空长停板了 就不是哦 因为大家本来就预期他好 所以他给这个数字出来 大家觉得说刚好而已 那加上那个 本来考在苏伊士运河 那个常识文也开始在走了 所以接下来营收应该会越来越好 那他今天的开高走低 到底是卖压真的很重呢 还是说他刻意要去修理 这些当充客 你自己要去想清楚 那接下来你就要去做判断 做判断 因为我跟你讲 我7月6号最高点那一天 我救你一次 转折点第一波反弹 我也告诉你要反弹了 7月16号 7月28号 对不对 8月2号 我都救你四次了 其余的部分我真的管不到 因为很多东西就是 大家看基本面 看财报 看营收 出来都很好啊 出来都很好 也不代表股票会涨 你现在发现就 也不代表会涨嘛 你看到屎息了 对不对 那我怕就是怕他来这一套嘛 我怕他来这一套嘛 我怎么知道会不会四个月跌到一千块 对不对 我只知道当时我们都没有被动元件而已 我早就跟你讲 人家没事前期卖股票 一定有事的 对不对 那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很多投资朋友 他现在当了韭菜 不爽啊 现在还流行去灌报 灌报那个什么 证券商的那个分点的那个评论栏 我说你去灌 你去灌报人家那个评论栏干嘛 人家那个也是客户在他那个分公司下单而已啊 你去灌报人家那边干嘛 韭菜本来就是要被收割的 当你被收割了很多次之后 你就知道说股票市场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股票市场水很深啊 对不对 为什么昨天蔡总统又发一个文 就是又在讲说 日本人也在做免疫桥接 对不对 日本的土产疫苗也在做免疫桥接 类似的实验 所以他要继续支持我们高端 你看那今天高端有没有涨 你自己看一下 今天高端有没有涨 就很简单嘛 股票水很深的啦 你懂为什么 水就是这么深啊 那你就不能说哦 因为水很深 所以你要去做航海王或是要去做水手 我就跟你讲嘛 宣传 宣传 对不对 救生衣 然后你要去冲浪 你要去带一个浮板去 不要那边光溜溜的 然后就要去冲浪 这样你能死的嘛 一能到你了 你勇气再好 一样挂 那个大浪来 一样挂 是不是很多人挂在里面了 你去看我上个月的节目 我是不是都这样跟你讲 我跟你讲哦 我这种讲法 一直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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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会承认了 你都不会认同 等到股价跌了一半之后 开始反弹了 你也没钱摊平 很多人已经输光了 很多人已经输光了 这才是真正的事实 股票市场的残酷面就是这样 很多人已经输光了 那今天袁通也是再杀下来 昨天打跌停 昨天打跌停 今天再杀下来 杀下来杀那么深 因为有一个大妈在喊停损 我说你喊得好 我就是在等你停损 你说老师56块跌到今天39块 拜托你 你看清楚好不好 刚刚营收出来了 7月份营收是2.09亿 比上个月营收成长 那是应该的 比上个月营收成长是应该的 不过我没有算错的话 2.09亿 是创历史新高 股票的营收创历史新高 他跌到这边 他跌来到前波 前波这边涨停 开高打跌停 在隔天涨停 他打回来这里 他打回来这里 我跟你讲 其实大户的成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买的 大户的成本在这里 你自己去看券商进出表 你自己去看 很多东西就是你要看清楚 老师 老师你昨天还加码 对啊 昨天我加码 我想说营收快出来 应该不错 结果我还不知道莫名其妙被打跌停 对不对 今天还有更低啊 今天还达39块半 对不对 我也没有躲啊 我没有躲没有闪啊 那你要去看嘛 56 跌到39块半了 跌到39块半了 然后营收是创历史新高 应该是比我估算还要好 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 所以这边 个股多工多空非常分歧 那你要想一下 我觉得你要想一下 看清楚在进场 好不好 那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广告 有需要的不会通电话进来 我们先进广告 再回来现场先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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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直播 立即上线 立即上线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投顾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水扫丢入垃圾槽啊 那口罩可以回收吗 用过的口罩不是资源回收物哦 随意丢弃口罩 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告发 除以1200到6000元发 还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关心您 欢迎您再回来现场的观众朋友 昨天钢铁股还不错 结果今天钢铁股又全部跌下来 你像昨天你看买卖超的话 你就知道说外资 中刚买了五万多张 他搞不好今天就都卖出来了 所以其实连外资法人 也都做很短 甚至他是乱做 他没有方向 他现在没有方向啦 你看他期货的部位 你就大概知道 如果你懂期货的话 其实整个市场是混沌不明的 那你说老师 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样 我说这个时候你应该静下心来 把计算机拿出来 算清楚 算清楚说 我现在买这档股票 相对风险多大 因为股价就是一个相对风险的问题 你可以用客观的指标 本益比或利面 营收的未来成长性 你把它加进来 下去考量 这个价格值不值得你做买进 或者说值不值得你持有 而不是在那边胡说八道 整天在那边幻想 要不然就是在那边吹牛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在那边催眠自己 说我好棒棒 我觉得没那个道理 那土产疫苗 下个礼拜几乎可能就要开打了 那祝你们打得开心打得愉快 听说一百多万人要预约 蛮棒的 蛮棒的 那我们就不要讲坏话了 因为官员都已经 从头大尾从去年开始演了这么多场戏 对不对 然后还加上我们一些什么媒体的前辈 甚至财经的名嘴都出来讲话了 把我们的土产疫苗比喻为我们的奥运国手 哇 我跟你说 你们要打 你们就尽量去打 讲那么多好话 很简单就打给大家看 我是没兴趣 我到现在一净疫苗都没有打到 我已经很不爽 所以就不要再提了 那我只是告诉你 从头到尾 就是为了钱 不要怀疑 就是为了钱 这个不能让老百姓知道 这个也不能让老百姓知道 这个在那边胡说八道 就是为了要钱 从头到尾就是为了要钱 权力他们有了 自己都打好打满了 对自己部署 甚至亲朋好友 搞不好全部都打好打满了 搞不好都打好打满了 为了是什么 歇歇下来就是搞钱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各位朋友你要那个觉悟你知道 股票市场水很深的 跟这些政治人物一样 都很深 你自己要加油 不要被人家随便讲两句就糊弄 去打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 自己要加油 市场现在也是多空分歧 那有人看很好 有人看很保守 那我觉得你现在静下心来 我跟你讲连我都觉得说 这个盘其实今天本来就应该涨了 居然没有涨 结果出来台积电的营收不如意期 没有成长 还衰退 当然你会说老师那我看好什么什么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说我在跟你讲鬼故事嘛对不对 当初我给你秀这张图卡的时候 二月份你也是每天骂我 说我什么什么 怎样怎样怎样 你们自己有买长龙啊 就是说航运股好货了怎样 我跟你讲可以帮的就这样 你有赚到我会恭喜你 你没有赚到那就是你命不好 要不然呢 要不然你看我节目怎么会有这个问题 那就是扣扣毛毛省会费嘛 省会费之后还不听我的话 还在那边黑白乱走嘛 就是这样而已啊 然后什么 对不对 我也不是说我推荐的股票每一支都涨停板 每天都涨停板啊 你像这几天每天都涨停板的 立凯 立凯KY 今天一开盘就跌停板 锁死耶 有啊 他涨停板啊 涨停涨停涨停 连续五天涨停板 然后今天开始跌停 跑不掉哦 一张都跑 几乎都跑不掉 昨天九千张 今天剩下七百张 这家公司有赚钱吗 电池电池 电你个芭蕾啦 电池 你到底懂不懂啊 人家讲什么你就什么 对不对 如果你一点组件都没有 我觉得你也真的不要做股票 当然我的看法你就参考一下就好了 不要说什么 我要主导你怎么样 我塞人你不担当的啦 你了解什么 你说你是成年人 我也是成年人哦 我怂恿不了你的啦 不要骗了啦 你看哦 今天钢铁股跌下来 你看哦 不锈钢上半年 通通都有获利 运仓赚一块七毛六 张元一块四毛四 他在讲哦 像允强啊 这些公司 新钢啦 上半年都很好 也都是获利都是创下历史的好的成长 大幅度的成长 那怎么样 你把这些股票打出来 都跌啊 都跌嘛 都跌啊 新钢嘛 上元啊 允强啊 有啊 新闻都有出来啊 他讲越好 还跌幅排行榜 还跑前面 所以有时候那个股票哦 涨跌 短线上面涨跌 跟他基本面哦 有也许会脱钩啦 但是普遍来讲 我觉得 长线他会回归到他多头走势 哦 会回归到他多头 你像被动元件也是啊 喊缺货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那昨天的嘛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今天 今天被动元件还都是跌啊 利敦加邦 这个就是之前涨太多了嘛 利敦嘛 利敦就是这一波被动元件涨最多的嘛 现在在这边了 你最近一个月买的也都没有赚啊 就这样啊 那就不要讲国具了啊 国具在哪里 在这里啦 怎么会没有跌 很多股票跌下来 你只是不知道而已 你没有注意而已啊 是不是这么说啊 但是有些股票 他已经跌过头了 他就会涨啊 涨停板啊 他就会涨 你外面怎么讲 怎么骂 他就是去涨 对 就像我们总统去看灾 他不让媒体接近他 怕被人家呛嘛 叫那个总统府新闻官拍一拍的 然后丢到网路上面 给大家去截取 为什么 不理你啊 我的动算啊 你是不是怎么办 对 而且又连任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对不对 是他讲的啊 听不到 他听不到的话 我们可以再大声一点 再听不到 可以再大声一点 再听不到可以拍桌子 他现在桌子都给你拆走了 都给你搬走了 你拍哪里的桌子 你自己打嘴巴比较快啊 最配选三的啦 这就是老百姓自己挑的 自己选的 都没话讲 自己做要自己瘦啊 不要自己做要别人瘦 没那回事 今天砍下来 某一个大妈喊停水 觉得很好啊 OK啊 那出来还好 营收创历史新高 营收创历史新高 我相信我应该没有 选的很差啦 威刚 昨天才除息而已 昨天哦 昨天你看哦 我放给你 昨天成交一万张 农券居然有三千张耶 太厉害了 到底是这么神的一些人 一群人 太厉害了 昨天成交一万张 不是当冲哦 昨天最后空单流仓的有三千多张耶 你看像这个股票市场 其实有没有这么深 是不是非常深 你想一下啦 选对边 选对老师 祝你大众朋友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超级